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冰雪运动备受关注 近日 北京黑龙江部分滑雪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相继开板 吸引了众多的滑雪爱好者畅想新雪季 10月27号 北京延庆的滑雪场迎来开板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也拉开帷幕 推出了22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 汇集滑雪 登山 徒步 自驾 美食等多种元素 这里是北京延庆石金龙滑雪场 10条雪道启用了两条 在未来的一两周之内 北京的其他滑雪场也会陆续开板 因为冬奥会啊 想跟着那个冬奥会互动一下 提前预热 带动了孩子也喜欢滑雪 借这个冬奥会的这个时间段吧 我们能有更多的学友 一起去玩 一起去感受滑雪的快乐 这里是亚布利阳光度假村滑雪场 从矮白雪上俯冲下来 感受雪上的速度 非常的刺激与兴奋 那今天呢 亚布利也以全新的姿态 开启了首滑 这里呢 拥有17条雪道 今年在丹板公园还新建了三条魔毯 各地的这个滑雪发烧友和爱好者呢 纷纷迫不及待的前来打卡 11月27号 随着第19届亚布利滑雪节起目 黑龙江省各地滑雪场陆续开滑 特别特别特别开心 雪场又大又好 风景又好 雪也好 都好 舒服 期待一年了 然后亚布利终于开放了 雪道的多元化比较多 然后从初级 中级 高级 包括野雪道 包括公园道 这选择性比较多 我觉得滑雪很好玩 我爱好滑雪 你想参加奥运会吗 想 你想什么时候去啊 我想 下街的 小花 我们来了 开花 开花 开花